那最初的时候呢 我们最理想状态是 打完疫苗免疫病状建立起来了 打完疫苗的人就不感染了 也不传播了 现在看来他还出现感染 还出现传播 所以我们最初设计的这个目标呢 看来由于这个级别本身的特殊情况 这个病毒本身的特点 这个目标达不到了 但是通过疫苗 通过自然感染建立起的群体免疫 能够防重症防死亡 所以我们还是呼吁 大家要把疫苗打起来 尤其是这里边我呼吁 老年人要把疫苗打起来 因为这个病毒呢 它主要的意感的 最意感的这些人群 就是老年人和有基础性疾病的人 比如说有一些糖尿病 代表的叫慢性病啊 它主要是针对这些人群 更容易发生重症和死亡 所以呢 我们还是号召大家 要把疫苗尽快打起来 因为有这样的疫苗 对个体 这是要防重症防死亡 对群体 还是能够建立群体免疫 即便它有传播 传播率会下降